这是一个小镇的码头 叫做鲁木 鲁木码头出来呢 有一排街道 这个要不要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就是有特别 特别是什么 两边全部都是海产店 海产店没有一个华人招牌 每一间都是哈销老 所以我就走进其中一间来看一下 我看有十多二十间 都是卖这些海产的 所谓海产就是那个干的 我叫鲜鱼啊 这种东西 翔鱼仔啊 各式各样的 哈喽 更加特别就是 这边所卖的 全部都是马来产店的 没有一间华真店 这个是在马来西亚很罕见的 其他城市好像比如说在光丹那一带呢 我们看到很多 很多那些都是华真店的 那么这间开的非常非常大间的 是很不一样的 两间大店面 是不是很特别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对吗 这边的价钱如果是四华的 会看得出比东海岸那边比说广丹呢更加便宜的 还有总理非常多的 很多样化的 很多样化的 然后可以三个 三个都 三个都 所以 这个老板说这边总共有二十五间卖这些海产的 非常的多 所以对面这边就是 邦克岛了 那我讲话又回应 很奇怪 因为上面那个乌瓦的关系 要去码头了 码头是坐船过去 那么要过去之前呢 这边也是一样很多卖这些海产的 还有一些摊位卖吃的卖喝的 就先走到那个码头去看看一下 这边有个基金海报 JT 前面就是了 Terminal JT Fura Panko Fura Bebas Tukai Rumut 这个Panko岛它是一个免税岛 就在那边呢 酒类啊 盐类啊 其他我这边我们需要还税的 那边都一定是免税的 所以听说以前啊 一共啤酒才一块钱 现在就不知道了 看看这个时候有船吗 这边的船相当大的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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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看看一下 我请准的过来 可以出去吗 可以出去吗 那个 支援说我可以过来 这码头做得相当漂亮 所以邦克岛在哪里呢 邦克岛就在那边 这个就是码头 这个就是船 所以这边就是大陆 所以这边就是大陆 这一群人呢 当然是从那个 刚刚到的船 来 邦克岛它是属于一个基民的岛 同时也是个旅游的地方 坐船过去大概一下子而已 可能十分钟 十分钟就到了 船备是很便宜的 船相当大量可以坐这么一个人 今天我只是到码头玩完 没有过去 所以就在这边 我来看看一下 这个海水 这个海水 相当的清晨 清晨 我说的是真的 就是海山店一间在这边 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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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步 全部都是开海产店 对面也是的 你看 巴掌 哈欠拉奥 这边是什么 哈欠拉奥 哈欠拉奥 还有 还有 还有什么 海产它们叫哈欠拉奥 所以 阿米拉哈欠拉奥 有没有 没有 对 哈欠拉奥 这样多 右边也是有的 而且这个道正三间店面 降过的 他说 记住这个哈欠拉奥就是海产 再走过来 现在马来人相当的会做生意了 跟你以前不一样的 江湖山是最多的 在这边 还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 Gropo Gropo就是Gropo 对了 这边那个脚头前的 他叫Lawen Norvaten 也做得相当漂亮的 相当整齐的 对了